在新北市的许多公庙在侵占中原普渡后 将物资捐赠给新北市政府食物银行来做公益 由社会局代表转赠给新北市的弱势机构和家庭 造福许多弱势团体 新北市政府社会局副局长吕春平表示 农历七月中原普渡 许多人甚至是公庙团体都会将祭拜后的物资 捐赠给新北市的食物银行 造福许多的弱势团体 中原普渡那民间很多热心的团体 尤其是公庙的部分 它集合了信徒的一个普渡 然后他们普渡以后的贡品 他们也那些信徒都发挥爱心 都把那些贡品捐赠给我们食物银行 那譬如说像前上个礼拜 那个巴黎的那个曾庆公 还有这个礼拜三重的立行圣贤公 他们就陆续两个公庙都很帮的 捐了我们白米将近五千斤 还有一些公品给我们食物银行 由我们食物银行统筹 分送给我们新北市辖区内的弱势团体 还有一些照顾弱势的一些机构 像是今年中原普渡 龟马山曾庆公 一连举行三天法会 其中普渡所用的白米 已经参与信众公品礼盒 包含油 盐 面条 罐头 饼干等民生物资 享应食物银行的理念 特地决定给市府再分送给弱势机构 那陆陆续续像我们民胜局 他也结合他们的公庙 将近有170几家的公庙 也利用这个平台 把一些白米 还有一些物资贡品 给我们食物银行统筹 非常谢谢公庙的善心 还有这些信徒的爱心 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 如果在这个普渡期间 中原普渡期间甚至平常 如果有一些善心团体 还有一些公庙的爱心 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一些物资 给我们统筹 让我们食物银行来分配 那也欢迎来联络我们 社会局的食物银行小组 让我们来处理后续的事宜 社会局表示 新北市食物银行 自100年开办至今 结合各界社会团体 公庙 企业及善心人士的力量及资源 截至105年7月 底子共每合9亿多元 超过130万人赤受益 捐赠的项目除了食物以外 也包含其他的衣物家具 富康巴士戏剧 或演唱会门票 甚至卫浴设备等等 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衣食住行娱乐都有 这本集是什么刀